吳先生, 你刻意隱瞞朕 叫馮英去辦事, 究竟容以何在? 回皇上, 烏某的確私底下 叫馮英調查石頭胡同的豆腐譜 至於一切後果, 烏某願意一力承擔 你去身邊 謝皇上 吳先生, 朕的江山是你為朕籌謀而得 你要用誰朕不會怪你 但是此事, 矛頭竟然直指暮雪 究竟為何? 回皇上, 暮雪因為刑跡可疑 烏某有理由懷疑他對皇上不利 他有什麼可疑? 暮雪身中劇毒 但是下毒的份量極其輕微 那就是由此證明下毒的人另有企圖 你是暗示 暮雪他下毒害自己, 意圖嫁禍他人? 烏某察覺每隔三天 一天, 暮雪就會叫他娘買豆腐花 而宮中有御茶煽房和高天堡 若要吃豆腐花, 何須愛求? 所以烏某覺得好奇 就要求馮英去調查 誰知道他去到豆腐店的時候 已經人去流胸 而且不留一絲痕跡 暮雪叫他娘買豆腐花是因為他喜歡 那間店舖的口味 去到人去流胸, 只是一種巧合 若然以此推斷 他是謀害朕的實在是匪夷所思 皇上, 這個食盒 就是暮雪用來裝醉豆腐花 但是內裡有暗格 暗格有一段經文 這段經文, 烏某懷疑 就是阿雪和我現在聯繫的蜜銜 至於蜜銜說甚麼 烏某暫時未能夠完全解讀 這篇手冊的心經朕見過 是冒雪為太后和朕祈福的 你以此推斷, 暮雪是一個奸使太謙虚 皇上, 暮雪是我徒弟 他性格我很清楚 他絕對不會謀害皇上 但是也因為他的性格單純 我怕他會被人利用 古有勾錢復國, 以西子為利 我怕八哥就是潛蟲已久的勾錢 而阿雪就是不知不覺中 做了這個西斯人 不可能, 暮雪根本不是這個人 皇上, 自古以來紅顏禍國 多不勝數 皇上, 你不可以重蹈覆轍了 荒謬, 朕不相信 皇上 夠了, 朕聽夠了 烏某來也負了皇上 因為皇上肯聽烏某的勸諫 如今皇上說聽夠了 就是說, 烏某再無需說話 真的? 烏某勘勘謝皇恩 烏某立正在於此告辭 昔日人而沒, 今日水又汗 來, 師父子, 小陸子 去那邊, 去哪裡? 沒有, 幫二飛準備五線材料而已 什麼材料? 田雞 拿去… 天保少爺最怕是田雞 不可以讓他看到, 看到會暈的 拿走… 對不起, 上線大人 在春天店那邊派人來說 今天二飛上吃田雞飯 所有的鮮丹田雞過來 不要緊, 今天春天店的東西 交給你…地處理 我先去做事 先去做事 李偉… 李偉… 田雞 田雞 你… 豈有, 豈有, 豈有 豈有, 豈有, 豈有 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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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有 師父, 為甚麼你在這兒, 那些田雞呢 我全部收拾了, 不用怕 你怎麼叫田雞, 你還碰我 我碰你, 是你自己怕田雞自己摸你的 不是吧, 那田雞都收拾了, 快走 為何鎖住了? 有田街道門又鎖了 你說還不玩我們嗎? 誰?誰玩我們? 你玩呢? 又是那個混蛋小菜 混蛋小菜, 開門了 不用試了, 我試了一整天都沒人管我們 那…怎麼辦? 就只好讓人拿食材的時候救我們出去 不是吧?現在已經這麼晚了 哪有人來拿食材呢? 不是反正又在這裡過夜嗎? 不要… 師父, 你幹甚麼? 不要 你幹甚麼?你怕走? 不要, 我怕走 不要, 沒事…你不用怕… 不要 記得嗎?我們在山洞那晚 一怕, 我們就唱歌 一閃一閃燒星星 一火一火兩靜靜 不用怕… 一閃一閃一閃燒星星 一火一火兩靜靜 一閃一閃燒星星 一火一火兩靜靜 你看, 唱完歌, 別哭了 不要 天寶 天寶, 謝謝你 不用謝謝你 天寶 其實我呢 天寶少爺, 你在裡面嗎 李慧 是…李慧, 快點 天寶少爺 太好了 你們兩個在這裡, 沒事吧 我們兩個?我們兩個沒事 我們兩個怎麼會有事?沒事 那你們又會被人在這裡找了這麼久 我又被人玩 又是個忍受小菜 被人忍受了一整晚 很累, 回去睡覺了 你剛才在那裡嚇死我了 我剛才在那裡 這裡不是新房? 我終於都成親了 讓我看看美麗的新娘 先承鮮 怎麼會這樣 新娘子, 我們去四個洞步了 先進一步 怎麼又變成這樣 上班, 還等什麼 春少一刻值千金吧 不想笑什麼千金吧 怎麼會這樣做的夢 一定想多了 不行, 馬上找師父說清楚 半夜三更找她 她說以為我對她有事 不過若然不說清楚, 我跟她沒有事 她就真的很想跟我有事 端母少爺, 你在這裡自言自語 你沒事吧? 我沒事 你有事找小羊? 是 她不在 剛才我去茅廁的時候 我忍了她看見她去操堂 不過很奇怪, 她很喜歡半夜三更 才去洗澡 這麼好?我很喜歡, 先洗澡 不用怕… 師父, 你是不是在裡面? 是嗎?師父 天寶? 師父, 我有事跟你說 你開門吧, 師父 老天寶, 你在外面等我 我很快出來 不行, 我真的想立刻跟你說 師父不是有什麼事嗎?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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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